赶在最后一刻 领表办理登记 国民党高雄市第七选区 凤山区立委初选 形成双强对决 除了当日上午有已经办理登记的 现任市议员李亚敬外 下午在截止登记时间前 现任市议员钟义仲出现在四党部 同样办理领表登记 地方双强 雌雄对决 都为立委初选提名 争取最大支持和肯定 我想在地的民众 会自己有很有智慧的选择 去选择一个真的看得到 然后也平常看得到 也找得到的民意代表 不管在地方或在中央 他们会去自己去做选择 另外在高雄市第二选区 大岗山选区中 仅有先任市党部副主委 曹文荣登记领表 并在当日已经向党部 办好请假手续 全心投入地方选举 曹文荣强调 听取在地声音 希望有换党换人的新气象出现 自己也是在地Lina 会用心重现大岗山应有的 光荣和自信 我将背负着大家的期待 来进行一场君子之争 而且我是一个在地小孩 从出生就学就业 包括结婚生子 都是跟大家一起生活的一个小孩 而且我晚上也住在高雄 住在岗山 就在这个选区 所以未来 我相信唯有在地 才可以感同身受 唯有在地 才可以认真关怀 唯有在地 才可以真心疼惜我们的家园 那这些在地小孩 我相信我也要恳请所有的乡亲 我们一起努力打拼 能够为我们北高雄 过去流失的人口 流失的自信 流失的繁荣 我们一起把它找回来 我会全力以赴 蓝营目前高市立委出选登记 都属中心声代 要挑战现任立云立委 实属不易 也都以战战兢兢的态度 相互勉励 期许共同来为高雄 不被单一色彩 长期垄断的国会席次 奋斗打拼 冬战冬战冬战 记者在加龙高雄采访报导